我的媽媽咪啊 剛看完電影《環太平洋》的朋友們 肯定會嚇一大跳 怎麼有隻怪獸從突破點跑得出來 仔細一瞧這傢伙全身有黑 而且黑到發亮 而且只有一個眼睛 身上居然還穿著一件籃球球衣 而且他的必殺技不是發射死光電磁波 而是籃球 搞了半天 原來這不是什麼怪獸 而是日本最新研發的投籃機器人 名字叫做Q 據發明的設計團隊表示 他的原型是參照日本動畫 灌籃高手中的主角櫻木花道 儘管沒有紅色的沖天頭 但身高卻也有190公斤高 其實左看右看 怎麼感覺景象熊彥老師看到的話 應該會有點想哭的感覺 重點是他在罰球的準頭 肯定是勝過櫻木花道一萬倍 卻正在前一陣才贏日本職業籃球隊 Alert Tokyo的球員進行PK賽 結果Q用石頭 石中百分百的命中率 讓人類的神射手也只能夠甘拜下風 研發團隊未來還將繼續朝更遠的 投射距離來邁進 這個身體 就是這個Q 今年的Q 就是3點 現在是難的 不過研發的工程師也強調 AR人工智慧也是需要通過練習來增加準度的 像是Q 先前就經過了至少二十萬次的投籃練習 才慢慢修正到現在百分百的命中率 只是現階段 技術面能止於靜態的投籃 還是無法像真人一樣 跑動運球 傳球上籃 甚至灌籃等高階段的動作 因此除非你真的很喜歡看 黃太平洋怪獸打籃球 否則還是鎖定未來 看真人的NPM比較精彩啦